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附近的一个山里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找一下这个山里的两栖爬行动物 好 咱们话不多说 我们进这个山里 看一看我们到底能发现什么有趣的生物吧 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八类聚集的一个区域 但是他们在哪个位置比较难观察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只 这里又发现了一个很绿的黑斑弯 我们现在发现了一只麻西 来走近过去看一看能不能拍到它 先避让一下车 来西蜡哪儿去了 行 我们再找一找 现在我们又发现一只麻西 我们来过来看一下它 哇 这只还挺大 这个应该是个雄性的吧 特别红 这位可以清楚的拍档 好 那我们就不打扰它了 我又看到一只麻西 我们来看一下它 这只也非常的大 我们现在发现一只黑莓锦蛇 好 来看看 哇 非常大 这只 哇 太帅了 太帅了 我们先丁哥控制一下它 哇 这个漂亮 漂亮 哇 太帅 太帅 可以看到黑莓锦蛇 希望能看到短尾 嗯 是是是 哇 今天我们刚上来 没有多久就发现一条 太帅了 嗯 放下 沙子 嗯 太帅了 好 太帅了 就好了 就好了 不要让它到洞里去 。 梁堰 真的假光 我们现在可以近距离来观察一下这个蛇 这是一个黑莓锦蛇 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非常友善的一种蛇 它主要吃鼠类,鸟类 现在我们尝试拿起一下它 这是一种防卫的态势 我们现在就不动它了 让它自己走掉就好了 我们现在给它放到这边这个草边 不要让其他人伤害到它 让它缓缓的走到 确保它是安全的 现在我们走着这个小路 通往一个水库的方向 我们现在正在尖南的翻过这个山 然后就能到一个水库 然后看看那边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现在已经全身快湿透了 我们尝试翻过这个山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水库 来欣赏一下这的风景 沙拓卷 x1 5 1 2 4 5 4 5 我们发现一只天牛 好 现在放它走了 好 我们今天爬了一天之后 也没有再发现什么有趣的小动物了 好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